这个冬奥会要开幕了 现在又要再开幕了 所以我是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来讲 我是非常的高兴 从海外的华人来讲 看这两季奥运 第一届是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 它是中国第一次办奥运会 所以我们非常热情 想把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那么就像一个年轻人拥抱大家 那么这次冬奥会提出来的 简约安全精彩 我觉得在这时候 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智慧 就是我们国家的定力 和对体育的深刻理解 所以整个可以掌控这个形式 我感觉到就是我们更加的自信了 我们更加的成熟了 在体育方面我们提出来的这几个 简约 这个体育不是单单为了几个金牌 是为了推动 所以另外在疫情中间 我们的安全 另外我们高科技的设备 加上运动员的高水平 那一定是非常精彩 我觉得这两届冬奥会 跟夏季08年比更有特色 所以非常兴奋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